這是正常的一個攝護腺 正常來講的話 它本身是把我們的尿道上有包裹整 讓我們的這個尿液很順暢的排出來 但是如果說隨著年齡的增加 攝取太多的那些油膩的食物 或者男性的這個雄心素 長時間對它的刺激 會讓這個攝護腺的本身組織會增生肥大 造成這個尿道的這個阻力會增加 然後變得越來越狹窄 膀胱本身的這個肌肉層也會越來越肥厚 讓它除尿的這個能力越來越差 所以會讓病人會有這個停尿 急尿 咽尿的情況產生 從此它排尿的情況也會越來越困難 包括說它可能有斷斷續續的解尿 或者是中間要停頓 排尿的時候解完會滴答答的 這樣的狀況會發生 那再嚴重下去的話 甚至膀胱這些壓力會彈繞到上面的 受了一個尿性的包括腎臟 會造成一個急性的腎臟酸血 所謂的尿移症發生 OK 謝謝